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普通的大杂院里住着欢乐祥和的一家人 他们人欲理智信 他们温良光潜样 当面叫死 背后叫起 我不打你的疯丫头 看来是不行了看来 他对孩子没有更多的办法 他就是他的父亲打过来 他觉得自己也没什么 我也没被打残 也没被打坏 他甚至都觉得我父亲打我是对的 就这么打过来 他就是一招先 只会这种 你不要连 我还要连 我们江家那还要连 这个家容不下你 你可以过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 我告诉你 你给我耍不赖 这个场子我让你开不成 好好学习 不好好学习 高考考你才考不上 我们现在学进度 都你们玩的 当他没有别的办法 他只能动手 所以他就会这个 他只会这个 在父亲打骂中 茁壮成长的孩子们 终于迎来了幸福时刻 然而幸福为何总是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四周云无秘处 因为房子是我买的 这个主意也是我出的 咱们几个孩子先不告诉他 挺愧对他的 挺怕面对他 爸就算了 弟弟妹妹可以啊 把他请过来 那咱们又没好日子了 爸爸一开始没发现的时候 其实当然是挺开心的 我们的孩子们 有自己的秘密基地 所以一开始还挺开心的 那是爽 那是非常爽 无与人底的爽 自由的空气 我仿佛翱翔到了空间 自由的飞行 我终于归用了 不停的 哎呀 你又怎么着 你又怎么着 点唠叨 或者说再也不用了 哎 梅华 你怎么 我说你们这样做对嘛 伤爸的心 伤我的心 大姐 难道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跟爸爸 看到爸爸的神情 我们才知道我们真的做了一件 很不对的事情 因为我们完全伤了他的心 他越淡定 我越爱宝 我不知道他后面会做出什么一样的事情 我等他环视完一筹之后 失望地走出门之后 往那一瞬间是感觉有点对不起的 挺难过的 棍棒底下出不来小子 棍棒底下出冤家 我打的不只是你们身体 我也打碎了你们的心 我是可以理解江万祥的这种做法 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式传统的一个父亲 在他眼里不容一颗傻子 他觉得男孩就应该自成父业 女孩就应该温柔贤惠 江万祥代表了一大部分的人 至少就是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父亲 因为他们可能从小的生活经历吃过不少苦 然后他也希望就是说 用自己的这种所谓对自己经历的这种总结 其实是担心孩子会走弯路 他肯定也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 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 这样子的心情对待我 所以其实能够理解爸爸对我们的爱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爸 您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老百 我爱你 爸 我爱你 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在我们几个心中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有你才有家